本欄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找项目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叫陈小旭 没有一个角色能超过这个王熙凤 我有一流导演的水平 但我有三流导演的运气 我自己得了那么多次癌症 我都没死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欄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指定颜料大壶果汁 大壶果汁健康美食每克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找项目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咖啡品 誰要你不穿高級 我把頭上放回來了 放得來好 好 擅長的 就這樣 就這樣 OK 可以穿高級 耶 通通通 謝謝 來 老師 這裡 87版紅樓夢電視劇 曾在當年造成萬人空巷的收視盛況 如今也被廣泛認為是 紅樓夢改編的影視作品中 無法超越的經典 三十年來 這部被重播了上千次的 87版紅樓夢 早已成為幾代中國電視觀眾 共同的影像記憶 為了紀念87版紅樓夢 開播三十週年 劇組早早開始為 系列慶祝活動做準備 現在有兩個禮物 誰負責那一塊 誰還有這個 或誰 小龍老師 這個地上 真的 這個環境太重要了 比如說這個環境 如果鄭中和人家 或老師可以下了的話 您還有誰想要 你每次簽一下 一組啊 楊老師 楊老師 這個老師 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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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 4月 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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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八七版 《红楼梦》开播 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信息 请不请不请 一 二 三 掌声来拿去 一 二 三 谢谢 六月十七日晚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 以纪念音乐会的形式 和男女老少几代观众一起见面 鲁豫来到人民大会堂 深入参与并独家记录了 这场音乐会的台前幕后 谁都想 神仙好 神仙好 没有经验忘不了 那谁能忘 中朝之恨 君无多 我 激荡多时 也必了 也必了 眼镜与并独家记录了 因为那场地很大 要坐不满票卖不出去怎么办 然后后来全场爆满 然后我也是一开始一开场 他们一出现当年的样子 现在样子 我当时就有点 我不想在电视上哭 就是我忍着 但其实那时候是挺感动的 贾宝玉的扮演者 欧阳奋强 王熙凤的扮演者 邓杰 贾元春的扮演者 八七版《红楼梦》剧组的这次大剧手来之不易 但是有两个重要人物却不在其中 一个是已经病故的林黛玉扮演者陈小旭 另一个是薛宝钗的扮演者张力 生活在加拿大的张力 在聚会前几天突然生病而未能到场 我是在八七版《红楼梦》里扮演薛宝钗 宝姑娘的张力 只能在遥远的地方 祝大家的活动 开心快乐 演员们相隔三十年再一次站在观众面前 除了怀旧和回忆不得不引发外界关于命运的讨论 很多人说八七版《红楼梦》的演员们 和他们所饰演的角色命运惊人相似 而这次陈小旭和张力巧合的缺席 冥冥之中和贾宝玉的《悲金盗玉》案核 似乎更验证了这一点 一朝入梦终生不醒 他们走得出《红楼梦》吗 回答这问题之前 先穿越回三十年前 让他们回到黛玉出进贾府的时候 黛玉心中疑惑着 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悖懒人物 你这该死的胡说 你能来这些银瓷厌曲来看 还是这些魂花来欺负我 我告诉舅舅和舅母去 懵懂顽童 倒是不见着寸物 也是罢了 演员们正在朗读的《红楼梦》原著中 林黛玉进贾府选段 八期版电视剧《红楼梦》 在第一集和第二集 用影像语言高度还原了这精彩的片段 这个妹妹 我见过 又胡说了 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虽然没见过 却看着面扇 就算是旧相识 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在《八期红楼梦》开播三十周年之际 当年参演的演员们 把这场姊妹团聚 宝带相见的大戏 颁上了《八期红楼梦》 开播三十周年 纪念音乐会的现场 正是演出前一天 鲁玉也来到人民大会堂 参与了林黛玉进贾府 朗读节目的现场彩排 该表演中 史湘云的扮演者郭潇珍 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到场 鲁玉代替郭潇珍 朗读片段 我来给你们烂鱼出水 哇 好真远 谢谢 鲁玉姐 您来那个 郭潇珍是吧 对 我帮他们 对郭潇珍 您来史湘云啊 后边一个绿绿的 哦 好 好 对对对 这位姐 您现在在哪儿 一直在哪儿 走了这才三十年 二十九年 真不像 二十九年啊 你想想 太长了 对 八七年的时候 我都是小孩呢 我们今年都五十多呀 所有的人刚才正结束了 谁也别说 谁不到五十 就开玩笑了 你们将 各位注意啊 我们排练一遍 我们那个朗诵的节目啊 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 都结成小片 红丝结束 其实我们一直想约 郭潇珍做采访 湘云 她没有接受我们的邀请 因为她来得很晚 走得很早 中间没有时间 那天晚会结束之后 她下台的时候 我去跟她打个招呼 让她拥抱了我一下 谢谢 超感动 今天我们在台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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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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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感动 在这个拥抱背后 一定有她的不少心酸 郭潇珍离开 《红楼梦》剧组后 两次报告中戏 都已落榜告终 据说回老家后 她烧毁了 在《红楼梦》剧组 三年来写的所有日记 然后我都没有说什么 她有本能的说 说我现在在做老师 特别感恩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她那瞬间的感慨 告诉我 她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她愿意说的 更多是她不愿意说的 两弯四醋飞醋 眷烟梅 一双四气飞气寒暮暮 太生两夜之仇 交习一身之病 内光点点交喘微微 闲静时如浇花灶雪 心动处是若流浮风 心跳笔干多一窍 病如西子胜三分 然后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非常期待 明天的这个节目 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 十张最瘦的史将云 好感动 特别感动 特别穿越 真的真的真的 特别好 当时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纠结 不知道演的观众会什么感觉 肯定会特别感动 他们说还有好多90后小孩会来 两天以前 见到他了 说北京去 然后就哭了 在外面街上 真的 肯定的 都讲都是三十年 看这些时候高中毕业 十七岁 十八岁 这些太好了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别给那么等 哎呀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别给那么等 只听后院中 有人笑声 哎呀 我来迟了 不曾迎接远客 这个妹妹 我曾见过的 可又是胡说 你又何曾见过她 虽然未曾见过她 然我看的面善 心里就算是旧相识 今日只做远别重逢 以未为不可 今日只做远别重逢 以未为不可 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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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电视剧不同 《八七版红楼梦》在开拍前 对演员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培训 你叫什么名字 叫陈小旭 陈小旭是哪来的 安山画剧团的演员 你呢 我是安贵神画面剧团的 黄美剧 啊 黄美剧剧团的 今年三月 剧组举办了第一期演员训练班 开学后 部分著名的红学家来到这儿 给学员讲课 使这些年轻人更深入地了解 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更迅速地接近博士的 愿他们伴着动人的歌声 伴着人们的心愿 演好这出飞进大狱的 当然在如今我们这个年代 想你花四年半的时间 做一件事情特别牛 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得尊敬 值得赞颂 但它其实应该是一个 正常的一件事情的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标准 可能有些低了 才把一个是值得钦佩的事情 给它放大了很多 把它给神化了 我们怀念那个年代 怀念八七 是因为觉得 我们内心还是向往崇高 向往纯净美好 向往那种专业职业的精神 具有表演天赋的邓杰 更是凭借对王熙凤一学的 精彩缩造 获得1987年飞天奖 最佳女配角 也是八七版《红楼梦》剧组中 唯一一位获奖的演员 但当时邓杰刚到剧组的时候 并不被看好 之前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 我第一次知道能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是他们把陆向那带回北京 夏明和老师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很激动 你知道吗 王导说你可以是王熙凤 当我真正的那天到了北京以后 人大会主任来接我 他说邓杰 邓杰 到时候叫 说主任我就是邓杰 好 看那个就没有再没有画了 就这样 我看出他的失望 我自己也知道 也扔那个人堆里 就基本上找不着 邓杰大家反对的理由也有 个子太好 我认为电视电影是可以作假的 可以垫高的 重要的是camera face 现在印象还很深 他们把这个成都的邓杰这个录像 带给我看的时候 我以吃一惊 我是太漂亮了 最后我是逆着大家的意见 定了王熙凤 当时虽然我演了王熙凤了 但是在剧组那种感觉 好像还是很多人觉得 仍然不看好我 整整三点里头 我都使用特别压抑的那种 那种状态 有戏就拍戏 没我戏的时候 房间看书 那你到什么时候才释放 才不压抑的 拍那个协力宁国府那场戏 准备了三年啊 就让我太失望 因为王熙凤好重的一场戏啊 结果那天一拍 灯一开 就这个天 所有的当有一种虫子叫油葫芦 就扑啊 往脸上扑 满场都是 就没法拍戏 后来王导 关灯 打虫子 一通满地的那个虫子的尸体 然后就扫扫 大家都没心气了 我气得 我说这么重一场戏 太可惜太可惜了 结果后来 我一看 哇 怎么那么好啊 就在那种情绪下拍 那种那种状况下 拍出来的这场戏 我说怎么那么好呢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睡迷了 明儿我也睡迷了 后他也睡迷了 将来都没了人了 本来要饶你 只是我头一次宽了 下次别人就难管了 不如线开发的好 带出去 打二十板子 后来我自己想一想 这就是说 这个三年当中 我们都在这个人物当中了 就这个人物已经附体了 就你怎么演都有 怎么举手投足 只要一化上装 穿上服装 就是这个人了 大家往那一坐 栏杆上一坐 谁都是他 就是这个人物 所以你怎么演 只要把台词说对了 就是他了 但总的来讲 这部演员是很难找了 当然 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 不是街上拉了一个 就是他了 不是这样 就经过识别 鉴别 培训 学习 专家 讲课 灌输 这么出来的人物 他们也挺幸运的 等于那三四年时间 就上了一个 大学的 红楼专业的一个 像博士生一样 因为那些 每一个导师 都是可以当博士生导师的 对 那个演基欲的那个演员 他就写厂的一个 临时工 好几个我看 都是从工厂找到的 演赵姨娘 那个就是辽宁 还是沈阳的一个饭馆的 这个营业员 演迎春的那个杭州 那个人民公社的画务员 他就业余喜欢这个东西 没有正式的影视经验 还有好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您改变了 很多人的命运 确实 1983年报刊上的一则 《红楼梦》电视剧 《海选启事》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陈小旭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 我还没开始选演员了 他的资料已经寄过来了 寄过来了 我一看 有点门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他会写诗 哎呀 我说这样的姑娘太难找了 戴玉 他写的藏花词在全《红楼梦》里头写的最好的一个人 他是有私人气质的 这是个才女 这是最主要的 被选入《红楼梦》剧组的陈小旭 并没有马上确定出演林黛玉 王福林导演安排陈小旭和其他演员们 先进入《红楼梦》学习班 通过观察演员们在学习班的表现来分配角色 当时几个主要角色的竞争都非常激烈 与邓杰一起被选王熙凤一决的 有后来在香港自杀身亡的乐运 和最终饰演游三姐的周月 而和陈小旭一起试镜林黛玉之一的 就有贾西春的扮演者胡泽红 但你别说这个劲儿还真有点黛玉的那个劲儿 就这一张那个劲儿 性格太不像 性格不像 如果当时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装都能装得像黛玉 因为我想演黛玉 陈小旭就是这么装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那么装呢 我是装的呀 装了几天然后就不行了 因为我装是在那个 我们的那个学习班就是红学家 还有一些老师啊 讲台词课啊 那个时候装 装成好像特别闻闻尽尽的 后来是因为有一天 看见那个王福玲啊 他坐在我旁边 跟我聊天 我哪知道他是导演 那时候太小了 我一看这个老头聊得还挺开心的 我就跟他聊 自从就是那次跟我聊完天 他就说这个女孩吧 太可惜了 他说呢 不能演黛玉 这个性格太太不一样了 其实我先明白 所谓小旭 你说一直好像是要 做出那个林黛玉的样子 他其实一直就是让自己 刻意的要活在 那个角色的情绪当中 所以陈小旭 其实他的性格 也是有活泼的那一面 可他是装的比较好的 他要把那一面 尽可能要压下去 对 要把他性格当中 有的那种细腻啊 敏感啊 对对对 悲剧的东西 要给他凸显出来 对对对对 作为史上最经典的林黛玉 陈小旭在观众看来 有着很多和林黛玉的相似之处 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聪慧 一样悲剧色彩的命运 天堂有小旭 世上无待遇 一走进肖像馆 看到他一张照片的时候 我还是不能够相信 小旭真的走了 我觉得他还要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在 留言的部上 我是这样写的 小旭 我们看你来了 小旭 相遇 观众对于陈小旭的关注始终不减 似乎让我们都忽略了 他已经和我们十年生死两茫茫 从今藏花人消耻 他年约三花人消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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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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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 希望你在天堂 越走越好 他年约三花人消耻 没有相消耻 是万春苍 花健苟 岳七八人消耻 五岳消耻 十五岳消耻 我仍旺凉无耻 健康每时每刻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创业投资找项目 请登陆3158招商加盟网 如今影视界很多单红明星 都曾饰演过贾宝玉一决 在路上丢了 为什么那日不找 我怕他们知道 没有告诉他们 我叫明月他们 在外头各处找过的 你先站住 我知道你不想理我 我只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你听了 从今以后我绝不烦你 有话就说 说 这要是一句话没说完 两句话你听不听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昨天都喊人来问我 说你们当时有多火 我说这么说吧 就你们现在看在电视里面 和网络上面的 那些小仙人有多火 一出门满街的鲜花 把这条路给砸断了 完了无数警察在维持秩序 我说我们都遇到过 就你们去想象 他们有多火 我们就有多火 《红龙》拍完的时候吧 当时中央电台就问我们 这几个主要演员吧 就你们想干什么 有的时候我想进北京 这户客也解决了 但我都没有提 三十年前跟今天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彰显的突出 北京就是文化中心 所以我觉得在哪儿都是做 干嘛要到北京呢 这个决定您后来是觉得 明智的还是有点后悔的 这个还是后悔吧 机会非常多 我觉得我就想做幕后 我就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 所以我当时到电台的时候 电台台长找我谈话 他说你们这儿职呈什么 我不要不要不要 啥都不要 你再把我关系调过来就可以 所以我到电台 我是从零开始 我从助理导演开始 从场记开始 日子很惨的 真的我有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挺没有平衡的 那时候拍《死水微蓝》的时候 那时候邓杰 张国立 我们都在一个组 他们是演员 我是副导演 因为我们走在大街上 一出去 只要出了这些剧组大门 肯定所有观众是冲着我来的 完了是冲着邓杰来的 那个年代啊 才是张国立 但是一回到剧组里面 我就是孙子 早上我得天不亮起来 先给导演把牙膏挤好 把洗脸水打好 送到导演的房间里面去 完了我就去组织群众演员了 组织到群众演员 我再回来请导演起床 我从一大早就去找群众演员 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第一次做 完了我就在那个村子里面 我就挨家挨户的去找 我就去求啊 下午两点钟 请你们一定到这个操场 来我们拍俩镜头 怎么就拍电视剧的 好 我就同样的台词 在一上午翻来覆去 给家家户户都说 我几乎呢 最后大家都同意要来了 到了下午指定的时间 我到现场一看 没有一个来 这个时候导演急不急 他肯定急 他又让别的几个工作人员 请他们去找群众演员 不到半小时 这几个工作人员出去 把这帮人全叫来了 你当然囧得不得了 我太囧了 我当时想有个地方 我就钻进去了 他用了一种方法告诉你 你很笨 你太笨 你不适合做副导演 我到今天我再说 我说你别让做副导演 我不会做副导演 我只会做导演 我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 我有一流导演的水平 但我有三流导演的运气 这很惨 想开了就不惨了 有什么好惨呢 运气就是运气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有时候会不会这么想 运气都在我贾宝玉的时候 就不用了 用完了都 只要我说的爆发 你是爆发 还是细水长流 对 爆发完了都 没有了 人夜深有一次就够了 那个辉煌三十年颁奖 三十年的中国电视剧 最有影响的五十位 迎评形象 后来我去领奖的时候 我一看 其实剩下那四十九位 都是中国当下的大半 只有一位 那一位就是我 只有我不是 我的感言就是 很多演员这一辈子 演了无数的角色 但是没有被观众记住 有的演员这一辈子 只演过一个角色 却被观众永远记住了 那就是我 那天那个活动 张国立老师也说 说你们这太幸运了 说还有哪个剧 能三十年办这么一个活动 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肯定很多演员会 特别羡慕你们 就这一生有这么一个角色 足够了 应该是吧 应该是 但是演完了以后 你并不是那么认为的 谁说的 我肯定我那只能演王熙凤 我还可以演别的角色 演员不是都愿意这样吗 其实你演了演去 最后你发现 反正我现在是这样 虽然后来也演了很多戏 但是真的没有一个角色 能超过这个王熙凤 所以这是一个幸运 还是一个 怎么讲呢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 为什么还是说很幸运呢 因为那是我们最好的那张画 你到月了 月到后边 你没有碰到这么好的戏 也不是最好的你了 我一开始也觉得 邓杰是八七版《红楼梦》 所有的演员 在后红楼时代发展特别好的 但其实我们所谓 特别好的一个标准 就是他更红了 像后来什么宰相刘罗波 什么康熙微夫私房 那种真正层面的家喻户晓 加上他跟张国立这种 明星夫妻搭档 就真的是深入寻常百姓 但是从演员塑造角色 从角色的影响力 艺术性 到整个剧的那个影响 艺术性 那的确八七版《红楼梦》 可能很难被超越 像欧阳奋强和邓杰一样 离开《红楼梦》剧组的演员们 也在想办法真正走出红楼梦 寻找新的适合自己的位置 从观众的角度看 八七版《红楼梦》中 不少演员三十年来 似乎也一直没有能走出红楼梦 《红楼梦》中 《红楼梦》中 绝大多数人 只要你活到那个年纪 都不可能没有坎坷 加上我们的确入戏太深了 我们看他们怎么样都传奇 怎么样都神 那种跌宕起伏的 所以格外地赋予他们戏剧色彩 更多的是悲剧色彩 一朝入梦终不行 似乎更多是观众 对于《红楼梦》的想象和唏嘘 八七版《红楼梦》电视剧 开播三十周年纪念音乐会上 自然少不了 对《红楼梦》经典歌曲的回顾 《网宁梅》 《藏花银》 《疯骨肉》等这些 由王丽萍创作 陈丽演唱的风格各异 又主题鲜明的《红楼梦》插曲 倒出了《红楼儿女》的爱恨情仇 至今被人称道 而这些歌曲的原唱陈丽 在离开《红楼梦》剧组后 不久就移居加拿大 这次她专程回国参与音乐会 在线《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 距离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 陈丽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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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陈丽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上去 OK 那陈丽 你刚才那个 发头跟嘴巴的距离 大概有什么 有一个传统吗 嗯 一个多吧 差别有个 嗓子是哑的 是 她现在是 我们欢迎八七版的电视剧 红楼梦歌曲的主唱者陈丽 为我们带来首席曲 《红楼梦》 谢谢 谢谢 最后一回 我 我是永远情长 我是美无相 即便没有看过《红楼梦》 你也一定听过这首《网宁梅》 陈丽曾是长春一气的画演员 被作曲家王丽萍发掘 成为《红楼梦》电视剧的主唱 她的人生也从此改变 像现在如果一个歌手 不要说我有12首歌 我有一首歌的话 我靠这一首歌 我就能够吃一辈子 对啊 当时我的这个演出费 是最高的了 莫妹 好奇那时候 您的最高演出费是多少 我和毛阿米都是一样的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我一场300块钱 纳于10块钱 我300块钱都为10块钱 就是这种比例 对 但是我就走了 在最好的时候走了 也是无奈 所以您当时是因为国内这一切 这么乱我解决不了 我真的没能力 我就走 所以说我很佩服毛阿民 很佩服刘晓庆 人家站起来了 我有时候觉得有退路是个好事 但有时候想有退路未必是个好事 其实没退路也是个好事 看你俩看 看你怎么看 对 没退路你就必须得闯过去 对 如果那时候没有一个人 对 爱您 等着您 对啊 支持您 那你就一个人 我就磕 磕过来 那不都磕过来了别人 对不对 您觉得您是个特别坚强的人吗 我是个特别坚强的人 想我经历了多少啊 那么年轻丈夫去世 又经历了就是无缘无故地被人认这样 而且现在活得这么好 我自己得了那么多次癌症 我都没死 从国内到了加拿大没多久 可能就是在国内的压力造成的 一直胖 然后高血压 高血压高压到220低压140 就怎么都查不出原因 头剧痛啊 头疼的我就真的是 哎呀就抓着这个头 疼得没办法 5年我就吃江牙药 也降不下去就咳嗽咳嗽 后来就发现身上线 长了肿瘤 然后就开始一路 就是内分泌失调 就继续得病继续得病 所以说我通过得病 我就真的是什么都看开了 很多事情 你不深处漩涡中心 你感受不到那个 那个扎心般的疼痛 我们老说 哎呀你不要在意别人的 那个看法嘛 那是因为说的不是你 所以对他的打击一定是大的 而且他在那样的一个 艺术生涯的特别黄金的时代 他必须要离开 愿意或者不愿意 他内心一定是很割舍不下的 不会再遇到比红楼梦更好的事情等着我了 红楼梦带给我的很多 很多 红楼梦带给我 很多美好的回忆 特别 特别 看不中我们这份情意 我觉得我在这个大家庭也很开心 红楼梦带给我 是无数观众的爱 其实我并不在乎别人记不记住我成立 我就希望大家能记住我的声音就可以了 认识了红楼梦 我觉得认识了人生 一生值得回忆的一部戏 红楼梦啊 改变了我的命运 拍摄红楼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艺术和生活一样永远是遗憾的 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你再荣华富贵 不过最后不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好就是了 了就是好 好就是了 了就是好 我千年 我千年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独家冠名播出 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 邀请您下周三晚继续收看精彩节目 感谢新浪娱乐 搜狐娱乐 中心网 凤凰娱乐 中工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从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搜狐视频 获取本节目的更多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